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怀州人士却改姬严州 切军犯上这等大罪 沐浊华 你还装作不知道 改姬之事有如悬梁剑道 万万没想到今日落下 沐浊华 上回罚你三十庭帐 这回 该如何罚你呢 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吗 下官 下官 无 无话可说 来人 拉下去 请慢 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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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陛下 定王殿下 陛下 慕浊华探花之位 名不副师 他原籍江南淮州 是江南首富家 慕容帝妻女 原名慕齐 他是通过改籍 方才参加会试的 回禀陛下 回禀太后 微臣改籍 确实有苦衷 微臣 确实是淮州人士 当初被逼 嫁给庄文风 微臣不愿 又疑心想着 能够通过恩科科举 走世人之路 在万般无奈之下 这 这才改籍严重 即便如此 那也是欺君之罪 慕浊华才华横溢 方德叹花 可因改籍一时 一直以来 如履薄冰 战战兢情 他怕此事暴露之后 自己所有为南臣百姓 付出的一切都变成灰烤 反观孙大小姐呢 你是天之娇女 靠恩印 便直接到护补官政 然而你却并不想着 如何为百姓造福 而是在这里 盈盈狗狗刻薄待人 请问孙大小姐 你自己这护补官政所得 便心安理得吗 太后陛下 臣女都护补官政 一切皆符合我朝剑制 臣女并未欺君 够了 慕浊华改籍一时 朕早已知晓 怎会如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